好 應該是後面的force吧 我再猜應該是參數要條 path flow跟path attract 這邊現在選到curve 然後再去找 剛剛是在什麼地方呀 force force在哪裡 我先看一下cube裡面是不是有force 沒有 flow animation 沒有 gaps 沒有 在這邊在behavior裡面 ok那這邊一個是調到1 另外一個是調到0 對然後再來呢 curve flow 0 還有什麼呢 gravity 0 gravity這邊是0.769要調到0 還有什麼 length flex length flex在這邊是多少 1 為什麼才是這麼短 奇怪了 100 100 100 對啊 沒錯啊 randon 好不管了 再去看下一個 segment 譬如說調到3看看 可以啊 有沒有 ok我知道了在這邊 length maximum 可惡 應該是在這裡吧 哎 對這邊 對這邊 這邊有個length maximum 你要自己去調一下 這個數字要怎麼調 調多少了 其實 就是 你要怎麼微調啊 我跟你講一下 這邊點一下對不對 游標是不是在裡面閃對不對 Ctrl按著不放 然後在滑鼠左鍵按著不放 拖拉這個才有辦法微調 好 懂意思嗎 你如果沒有微調的話 你還沒辦法這樣直接拉 所以現在tube with one 跟tube with two 我看一下 這還可以再調嗎 可以啊 with two with one ok 這是one 這個是two ok好 再來 下一個是幹嘛 tube with one tube with two 哦 好 ok 再來是with scale ok 這裡有一個with scale可以調啊 你可以直接這樣打開來 他這個with scale 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去調 好 就是反正這個是可以直接去調他的出戲嘛 所以你如果出戲還要再做調整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調整 ok 還有 下一個 ok 然後再來呢 可能你其他的 線 畫出來以後呢 可以就是用別的 用這個指令 get setting from selected chalk 去抓別的那個線的參數去套用 好我來試試看哦 這邊我先 在旁邊再畫一條線哦 比如說另外一條curve 這邊我用 這邊我用 create curve tool cv curve tool 這邊呢再畫另外一個頭髮 然後再畫一條絲 先enter好了 這邊呢切到perspective 也許我先把他往後拉一點 modify center pivot modify center pivot 先拉到後面一點點 先拉到後面一點點 然後再來調他的cv 然後再來調他的cv 看一下 現在先選 這條curve吧 這條curve是另外一條 這個curve 我現在先選取 選取以後呢 剛剛那個指定是 呃 penn interface裡面的get setting from selected stroke penn interface是在modeling裡面的generate get setting from selected stroke 它寫什麼 warning no action 為什麼是no action 好不管 這邊呢我現在先挑剛剛那個visor 裡面的inc 所以呢 shift按字不放 再選 一樣在 套用剛剛那個brush 它是在curve utility裡面的attach brush to curve ok它躺上去了 那躺上去以後呢 剛剛的那個參數 我看要怎麼去的 get setting get setting get setting是在 欸這次ok喔 奇怪 喔那我知道了 從這邊喔這邊選stroke get setting 對ok那這邊呢 再選另外一個stroke apply setting to selected stroke apply setting to selected stroke 所以這邊兩邊就一樣的參數 好 那一樣的參數以後呢 你這邊再調它的 末端喔 看起來這個末端好像太粗了一點喔 所以應該是在 嗯 inc2 它的tube width 1跟2 我看應該是1 我看一下1是這個 然後再來是2 ok 再來是 呃 往下看 這邊應該可能也許可以再 吸一點吧 ok可以 這邊可能也許可以拉高一點 這個應該是再拉低一點吧 對 好 好 所以第一段講義是不是講完了 對 好 先坐到這裡吧 來